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可能在巴士返工途中念玫瑰经等等 当成正修 但这个境是否可以? 我今天请了三位坐堂的教友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心得 或者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好吗? 在最开的那一笔请你自己介绍自己的名字 哈啰 你好 各位好 我是坐堂教友Ada 你好 我就是一个上班一族 其实很多时候上班的时间都是上五天工的 有两天休息 其实休息的时间是比起上班的时间更忙 所以说起这个正修 我自己有时都会觉得 其实我都觉得有些困难 好的 我们稍后再讲一下你的困难是什么 或者你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接着隔壁这位呢?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主教坐堂的教友Iris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 但我会喜欢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时间 去接近天主 做一些小小的灵修 你也是一种比较默想式的表达方式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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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你又如何呢? 你好 正如阿执事所说 我叫Cindy 我也是大堂教友 我也是上班一族 是五天工作的 理论上是下午五点多 但实在上都很忙 在公在私都很忙 稍后大家听听我们的困难 其实我差不多做过两次节目 其实人们都是很忙很忙 不过他们忙得来 他们总是找到一些地方 或者一些契机和天主接合 刚才听到Iris Iris她很特别 她有种灵修的表达方式 譬如她在圣堂的时候 我有时会看到她 她会拿着相机 看着一个地方 可能是圣堂的尖顶 她在沉思 虽然好像在拍照 但我看到她是定定的 其实Iris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如何和天主沟通 还是你纯粹喜欢拍照 两个姐 其实我很喜欢在圣堂里面 我会很喜欢有一段时间 回到圣堂 在圣体小堂讨讨 会喜欢念耶稣讨文 会看着耶稣不出声 然后很安静 然后不说话 然后我会发现自己的心 很平静、很平安 然后继而觉得耶稣和我 真的很近很近 然后当我出到圣堂外面 我也很喜欢观察圣堂周围 有时我会在正门看着耶稣像 看着天空 所以会拿起相机 因为我很喜欢拍照 所以在拍照当中和观察当中 我会感觉到 其实主耶稣都会很接近和我一起 也看着天空 会觉得廣阔的天空 让我可以放下自己 让我可以更加接近天主 很欣赏你 你很容易就可以在万事万物 找到和天主沟通的时间和机会 但不知道Ada你又会是怎样 因为上一次我记得我和你做访问的时候 你又是一个很忙的人 我停不了 你怎样静的呢 其实真的很难 因为叫我不说话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不说话 可能是每周参与黎撒的时候 那一小时真的我不说话的时候 根本不让你说话 当然透过这个参与黎撒 也是一个最接近天主的一个机会 我便当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灵修的机会 那你自己闲时会不会都会看书 又或者你都会参加一些避静等等 有的 看书有的 有时有看零修的书籍 至于备证的话 其实我也是参加过的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备证去到备证的地方 主要是希望你们不要说话 大家是安静了 吃饭又不说话 在走廊又不说话 对我来说是很难的 我听起来也很大挑战 因为完全不说话 连手机也不准看 这个是很难的 但是你在当中有没有什么得着呢? 当你完全放下静了的时候 会的 我自己就会觉得是 真的用四个字 洗敌心灵 是真的有这个感觉 每一次一个静修退醒之后 就会有这四个字的感觉 是 洗敌心灵之后 接着你又出回这个社会 又再拼搏 其实也是一份力量 所以其实所谓繁忙中 为什么我们需要静修呢? 是因为我们需要尋找一份力量 而这份力量是来自天主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问问Cindy 因为刚才说避证的时候 我听说好像你最近也有参加过 一个挺好的避证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我就有机会去到长洲思维政院 参加由刘美征修女主持的灵修营 灵修营叫做放下的灵修 在那三天里面 我们就祈祷、聆听和分享 不开手提电话 没有电脑、没有电视 真的做回自己时间的主人 因为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可以和耶稣基督有深入的交往 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些 你有没有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在你的避证当中 你觉得和天主很近?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首先我主要是说放下灵修 放下有些什么呢? 我先说一点 可以 放下是一个很漂亮的过程 包括等待、接纳、成长和感恩 当然当中有不舍、无奈和忧心 我们其实这个灵修营是有团体的活动时间 亦有很多过日的灵性时间 我们可以在里面看看究竟在我人生里面 有多少是放不下 有多少是放得下 那也是一个挺好的反省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肯放下 例如有些工作或责任感 有时都很难 我记得有一次我工作 我做事做得很晚 但是我完成的时间 必须要在明天的九点钟 但是死了怎么算好 我还有三分二的工作未做 我看法都完成不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弟兄打给我 我说这么晚了 你还不走 走 我说不是 我还有三分二的工作未做 明天九点钟要交差 怎么算好 走 交托给天主 果然情况是怎样呢 我真的走了 我走了之后 翌日出现了一件歧视 是大陆有个货车跟我说 它在深圳扣了关 所以我的车九点钟来不了 我说是否真的很奇怪 原来有时我们太过 握住 我必须要在我自己希望的时间里完成 我们没有留一些机会给天主帮我们 所以这个繁忙中的静修 有时都会帮到我们 是怎样可以让天主帮我们去完成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交给天主做 或者你们三位 刚才你们都有分享到 你们各自不同的情况 有没有刚才你们听过的 你们都可以给此去问多一点 例如刚才Iris说 她很喜欢大自然 有没有试过去哪一个地方等等 你们都可以问一下 不如我说一下 我很喜欢大自然 其实是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回到圣堂 是入到天主的 我自己觉得 入到天主的心里面 要出来 出来后就去到外面 我喜欢大自然 就是去到看到天主的创造 我特别很喜欢去米埔保护区 还有盐田寺 这两个地方我很喜欢 很天然的 是的 很天然 真的很大自然 我在当中会喜欢闭上眼 听大自然的声音 可能会听到大自然都市各样夹杂的声音 还有会观察大自然 例如雀鳥 我很喜欢看雀仔回巢 很特别的 他们日落之前 日落之前 你看着钟 知道他几点日落 然后他们回到树上 会先聊聊天 然后到日落的时候 他就静了 睡觉 让我反省到 原来天主的创造 设定 是多么奇妙 我经常跟他分享 他很早睡觉 我就很晚睡觉 但是天主给我们 其实不是叫我们夜睡 搞到我们身体不好 但是雀鳥不同 他们其实 我经常觉得 天主设定了一个设计 给他们 自自然而 在这个时候就会 睡觉 所以是有一个规律 是的 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 不论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雀鳥 昆虫 动物 都是有一个规律 另外就是 我去到一个大自然当中 在一些草地上漫步 看到一些小的花朵 其实都会让我感受到 这份宁静 是的 有时我会在当中 可能画画 或者可能抄圣经 我会喜欢 让我默想 反省 然后一路走的时候 然后感受就是 会跟天主接近 好像跟主耶稣一齐漫步 是的 这个让我想起 就是沙滩的足印的故事 有时我们以为 我们自己走着 或者我们在困苦 与忧伤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 是耶稣 甚至不是陪我们 是抱着我们走 我觉得这个经验 是很好 很特别 也很欣赏你 很懂得去找这个机会 事实上在我们香港里面 我们也遇到很多繁忙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找一些自然的时间不多 或者找一些自然的地方 也不多选择 所以有时就会 好像Sindy 你也有说过 有时你也会在车里祈祷 是的 那个经验是如何 我就是尽量利用我空行的时间 所以我在乘港铁邵巴的时候就念经 但是往往由于旁边有人大声说话 或者我自己心有习念 就不能够专注 所以是很困难的 其实我很欣赏Iris 在大自然中找到天主 我去避症的时候 我也是在城院 看到蚂蚁搬家 还有那些蜘蛛蚁 我说我不怕 但是我站在那儿看着 如何搬家这些蚂蚁 有这样的接触 所以原来其实真的 说来说去 最直接能够看到天主的行为 我们也可以透过大自然 Ada呢?Ada你也没有 其实少一点 少一点 不过你不是 除了看大自然的动物 其实留意一下自己里面的状态 都是很值得的 因为有时人太忙 忙到没有听到自己身心灵的反应 有时可能年纪大了 所以开始有个反应出来了 真的会告诉你 你要静下来 自然就会自己静下来 所以其实注意一下自己 都是其中一个 寻找大自然的 一个不错的方法 我们今天很开心 我们有这三位 这么可爱的姐妹 跟我们分享她的心得 让我都想起圣经 有一个地方 都给了很多个鼓励我们 我看了《马逗福音》 读一读给大家听 大家都是耳熟能长的 他说 犯怒苦和负重担的 你们都到我跟前来 我要使你们安息 你们背起我的厄 跟我学霸 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 你们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柔和的 我的淡是轻松的 将这段圣经送给三位 也送给所有 留意这个节目的弟兄姐妹 希望你们在繁忙中的时候 都向天主耶稣基督学习 我们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